欢迎收看小熊老师 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来看这一题啦 其实这个问题呢 就是应该很容易理解 它左边跟右边呢 是各提供一条方程式 然后连力求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 透过指数率的讨论我们了解到 √32它其实是2的5次 它是开n次√ 不是开一般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2的5次 就是x分之1次 那其实就是5分之5啦 不过我们等一下再合并就好了 这边它有这个2的3y-6 然后开y次 所以它是 这样子 那它会变成 我们就把3y除以y变成3-y分之6 于是我们就会得到 x分之5会等于3-y分之6 到目前为止没有问题吧 然后来看右边这一个 3的15y加3x呢 等于 3的4次 81是3的4次 所以 这个我就直接沉进去啦 它是4xy 15y加3x等于4xy 那你会发现 我们如果留这样子就是有3个都有 位置数的像还不一样 可能那我们不如怎么样 像它这样子 我们把xy除掉 我把xy除掉的话 这个除以xy是x分之15 加y分之3等于4 然后就解联力 那你想说这样怎么解联力 其实很简单 你把1x分之1当成a 把1x分之1当成b 那这个5x分之5呢 它就是5a嘛 所以它就是5倍的x分之1 加上6倍的y分之1的话会等于3 然后 15倍的x分之1加上3倍的y分之1的话会等于4 对不对 那解联力 然后这个减这个 你就会得到25倍的x分之1等于5 x会等于 好 乘到对面去嘛 5x等于25x等于5 x等于5的话 那在这条件来好了 所以这也是1啊 那1搬到对面去是2 就是3-1是2 那 把y再乘到对面去 所以我们先写好了 就是1加上6y分之1等于3 所以6y分之1等于2 所以6等于2y y等于3 x等于5 x等于5 x等于3 可以吗 这一题要怎么做 那 其实它 你真的开始动手 做在慢慢寻找 还能够做什么 就有可能做出来 你一开始会觉得 你一定要马上确认它 可能是怎么解 可能会想来想去 不太确定 所以我们来把a带进去 你就会有2的a带 加2的负a带 加2的负a带 说这样等于3 那然后呢 不然我们就把它移向好了 同层分母 不然我们就把2的a带 和2的负a带 分不同边 所以把这个减过来 这个减过去 你会得到4倍的2的负a带 4就等于 2倍的2的a次 首先 这里就可以约 然后 你可以把它变成 同底数的指数 所以就有2的1 减a等于2的a 你就会发现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 可以吗 把这个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里呢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取得 这个b 我们做一个跟刚刚不一样的 我们刚刚那个是因为 它刚好是2 所以我可以放进这个 次方里 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呢 其实2的负b 我们可以把它除过去 因为2的负b 它刚好是2的b的导数 2的b次的导数 所以我们两边同乘2的b次 就会等于是把这个移过来 这边 然后把3移过去 你其实会得到的是 3分之5等于2的2的b次 可以吗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把a求出来 我们反而是要去取得这个2的a次 等一下会用到 所以我只要把这里改一下 那一样啦 就是说遇到新题目 大家一开始可能以为的做法不见得最好 所以做到后面就会发现要调整 所以我刚才说 你就是把它带进去 然后看还能够怎么做 还能够怎么做 一开始要直接看出来 这一题一定就是怎么样做 是比较不容易的 所以一开始看不出来不用担心 先写再说 那这样子我们这边可以做一样的动作 我们刚才这里把这个2 除掉之后 我们把这个2 约分之后 两边同乘2的a次 就会把这里变成2a次 所以 我们就有了这个2的a次 本身是 根号2的意思 然后2的b次本身是 根号3分之5 然后最后 就把这件事情 带进来 所以f a加b 它会等于 那等于说2的a加b次 那是2的a次乘2的b次 那是 这个乘这个 所以2的a加b次是 根号2乘根号3分之5 是根号3分之10 然后 后面这个是它的导数 所以它会加 这个 根号3分之10 这是 这样子 那 我们把它顺在旁边 等一下再把答案写进来 所以最后会是 我们通到那个 根号30 根号30 所以我这是 根号30分之 100 根号100 所以我这个算是 根号30分之10 因为根号100就是10 那我这个是 根号30分之3 所以你就会得到上面是 根号30分之13 下面是 根号30分之7 所以就是 7分之13 可以吗 好 好 那我们再两刻上这里 那我们再两刻上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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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